三摩伊基上第25章第二节 在马云有个人 大力散业在家密是一个大夫妇 有三千绵羊一千山羊 他在家密展羊舞 在我们理解了这几个主角之后 我们纯粹去理解这个故事 首先当我们理解这个故事的时候 兄姊妹我想你尝试学习去理解 其实我们与神所看的东西 其实当正正常的时候是很相似的 而我们就要捕捉这个相似 第一我们才可以看通我们的人生 第二我们才可以看通圣经 而第三我们才知道 究竟我们把持着一个什么心态 走完我们一生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原来你在这里 其实你看到在这个图片当中 几样的事实 第一个事实就是大卫 第二个事实我们亲眼看到 这个事件当中的拿伯 和他的太太阿比该 我们看到整个故事当中 如果我们把25章当中 当是一个故事 是只是一个故事 就好像我们所看的童话一样 这里的阿比该 就嫁了给一个不好的男人 拿伯 我们看到在这件事件当中 很明显 就是他的太太来的事件当中 是做对的事 而拿伯一直照着他一向的常规 做不对的事 甚至是自私 损人家己 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两夫妇的 特别的现象 就是他们个别有自己的人生方向 因为实际上 在这么多年当中 我们都见到很厉害 他们是没有自己个别人生方向的 他一生当中 都是依赖他身边的顺境 或者逆境去作决定 典型很多时候 这些人 我们会见到他配偶捏低 他抱在一起捏低 原因就是什么呢 原因是他不管那样东西的事 非黑白 对与错 他从人生开始 他也是为了自己的安舒 所以当逆境或迫迫 甚至配偶的信仰有问题 跌倒的时候 他们都会跟着一起跌倒 无论他回到一间多好的教会 或者有多好的信仰背景 都会有这样的现象 但我们看到在这里 就不是的 我们看到阿比该 他很明显 他跟丈夫的性格不同 态度不同 人生体视的态度和哲理都不同 而并且代人的方式都不同 而另外这里就是我们的主角大卫 我们看到这三个角色 但是当我们看这个图片的时候 圣经将这些角色都交代给我们之后 当我们看这个故事一路看下去的时候 其实它是按照我们 一向所认为 童话应该发生的内容 可以说是一个大团圆结局 就是后来这个故事 但是你有没有留意 这个所谓的大团圆结局 很多这些荷里活 一些童话 一些卡通 都会常常用这种方法 就是所有好的主角都得到他们的善报 在结束的时候 没错 弟兄姊妹 这个其实是神永远他愿意事情发展的方向 但是一定要就是每一个事件的角色当中 人们是按着神所定的主角角色 去做应该做的态度 神才会把祝福和按着一个大团圆结局给他 在这个故事当中 我们会看到大卫是大团圆结局 我们看到亚比该是大团圆结局 但是如果拿伯希望有一个大团圆结局 会不会是妄想一点呢 事实上在我们很多的童话当中 我们看故事 我们知道哪些人要死 哪些人要活 哪些人要得祝福 但是我们有没有留意 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 我们不懂得用这个观点角度 去勒令自己 让我们自己走在我们所知 一个优美灵星 美好的美德的主角应该走到道路呢 答案就是 你们看到在世上 一百个人当中 都没有一个去这样做的 很多时候我们看童话 我们知道这些角色应该怎么做 但是当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就是做了喇叭 或者甚至还比喇叭更加可怕的角色 但是呢 我们做这样的角色 最主要目的就是我们希望得到大胃的祝福 那我们能够想像是一个很矛盾的故事 这个也是为何神将这个故事 放在圣经当中 让我们看到这个真人真事 在神的带领下 就是这样 既然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相信神 我们看到神去听我们的祷告 带领我们的教会 带领我们的人生 那何不我们就真的立定心志 在我们有生之年都用这种原则 去导致我们自己在我们个别的人生 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眼中 我们是选择了一个善良的主角的角色呢 而你猜神会怎样为我们安排我们的人生呢 是不是我们人生走过绝路的时候 我们做错了 野兽转好像亚比戴那样 他嫁错老公 都一定没有出路的呢 是不是一定要用诡诈的方法 在我们认为绝路当中 没有出路当中 我们自己走过喇叭的路呢 如果你是真的这样选择的话 那你真的要祷告上仓求神 不要介入了 因为神介入的话 他就只会审判而已 但当我们真的选择大卫的心志 大卫的做法 大卫的方向的话 我们得到大卫的祝福 我们选择亚比戴的方向 亚比戴的角色的话 那我们一样会得到亚比戴 他有的祝福 而事实上这个故事 我们看到这三个角色 都是按着他们自己的性格 一路发展下去 而按着他们自己的性格 去使他们在这个故事当中 可以说觉得其所 而事实上 可以说大卫 甚至不单在这件事当中 得到他的祝福 并且为他将来奠定了一个 神一生之久 去祝福他的方向 撒母义记上第25章第二节 在马云有一个人 他的产业在加密 是一个大夫户 有三千绵羊 一千山羊 他在加密剪羊毛 谁不划羊毛 每天都减羊毛 有三千山羊 还是一千山羊 为你护士 宗小与 和神情无尽 情真 且 万康 愿是逸 是你创造 全是你抱歉安静 星光照耀 我还继扎 情愿重前 无空宇宙 换捕众星 尝随你心意 众星 要感谢 众彩发声 要清赞 风情爱仙 情愿者爱歌美诚 陈说主爱永不必 一语声 欺识神恩 尚实永没有动议 情愿者爱歌美诚 神厚恩是我心里各知 以我指贫 竭尽气声 奉上歌唱 竭力献千万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